周老師這邊有案例 懷孕被當成是腫瘤 對啊 因為這個這個婦女 她已經 她的孩子已經都 差不多要二十歲了 她是四十幾歲 將近五十歲 但是她有一陣子 她一直懷疑說自己是那個 做什麼 那個我們講說更年期 就開始這樣 就當然就沒來沒來 也就算 她就一直認為是更年期 因為小孩子都那麼大的 不會往這邊想 對 但是她後來發現說 她不斷怎麼好像 好像有一點脹脹的大起來 就說奇怪 當然就是去找醫生 她第一個她沒有馬上找 想到說要找婦產科 她先找腸胃科 那就去找去 去的時候 那腸胃科也沒有跟她做 她要給她看一看 這樣摸摸摸 她說這有可能是長腫瘤 因為那個那個叫什麼 那個子宮 有時候 會有子宮肌瘤 這個年紀都很容易子宮肌瘤 所以你這個肚子大起來 已經就是子宮肌瘤 那因為子宮肌瘤很簡單 所以我們可能來看一個時間來開刀 因為子宮肌瘤就開刀就好了把它拿掉 因為他說有子宮肌瘤這麼大 有的子宮肌瘤很小 那你這個應該這個時候這樣 可能是子宮肌瘤 那因為要開刀 他做內施活 他就是看一個時間 好什麼時間 好日好時間我去開刀 看的時候我說 你這個運勢好像沒這麼多 這個時間會產生那個什麼 所謂的子宮肌瘤 這麼嚴重 我說有時候醫生你看一個醫生 可能就要決定你自己就這樣子 要去判斷 好像很恐怖 我說你再多看一個醫生好了 結果我是說 紀念還是辦法的事情 不然你也會看一個婦產科 不一定只看腸胃科 他總要去看婦產科 婦產科一期你就知道 他一定要先嚴重 當時他來什麼 他們問了一些 他問說這是懷孕 結果一查噪音播一節就說懷孕 你看這也太離譜了 真的 因為他根本沒有想到 他自己會懷孕 因為為什麼 兒子很大 已經要五十歲了 他怎麼會想到 不是之前那個醫生太扯 不是他扯 所以說 因為他沒有想到 後來真的 結果已經算說 你感覺到 他已經覺得有辦法了 所以說 他是不可能可以拿掉 所以兒子是生下來 後來有在想 有在想說要去去找那個醫生 這告得成喔 郭律師 這告得成吧 但是後 因為他都沒有做任何的醫療 因為他跟他說而已 只是要給他用時間 所以他沒有做任何醫療 所以他只是說 為什麼會有醫生 這麼糊塗 對 所以說 他說好理教材 有來問老師 老師還在一句話 跟他建議說 不然你再多看一個醫生 就這樣子救了一條生命 這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這如果還懷孕九個月 他如果腫瘤 不然裡面一顆腫瘤 怎麼死貴 太離譜了 有一些細的事情 是發生在樓上 文婉曾經遇過 你自己親身的 對 我自己親身 那個 那時候應該也是幾年前 我女兒那時候 大概才念小學的時候 然後有一天 我也是像這樣 錄完影之後 然後就要回家 我想說他一個人在家 我怕他沒飯湯吃 反正我就是回去送飯這樣 就在大中午 然後陽光明媚 天氣非常好 然後我這樣開車 上山的時候 突然間對象 反正就是突然 就往我這邊撞就對了 然後後來他撞到我之後 反正那一剎那 我只覺得天啊 就人生走馬燈 因為所有的玻璃 都噴進來了 然後後來 我就回過神來的時候 那個人還從車上下來 搖搖白白的 然後看我一眼 然後又搖搖白白就走回去 但是那一剎那很明顯的 他就是有酒味 有酒氣 好 然後他就就開走了 然後我當然就開始 那個什麼報警 然後什麼各方面 各方面的 後來那個人在三下被找到 他就是已經 反正就是有一點點 那個對 ㄎㄧㄧㄥ 然後呢 也可能沒有辦法再開車了 然後當然就是順利的找到人 那我們就進行所謂的 這個協商的部分 因為要進入官司 他酒駕照逃等等這樣 那那時候我們還到這個律師樓 去談就是說 你要怎麼賠償 那他有什麼相關責任這樣子 好了 反正談了 大概就是已經大肆底定 因為本來就是他那個很明確 是他的責任嘛 結果後來呢 就是在這樣談完之後的沒多久 我記憶中大概隔一個禮拜吧 突然間我就接到電話 你知道嗎 我先講我那個車子後來估的結果 因為大概我的這個駕駛座的 應該那就是左駕的部分 幾乎真的就是軌得差不多了 所以大概修理起來要二十幾萬 後來呢 那當然就是大家協商 你當然要負責賠償嘛 好 然後呢 隔了一 就是談完了之後的一個一周周 我接到律師的電話 就說這個案子已經不起訴 就是撤掉了 我想說為什麼 怎麼會 都已經躺好怎麼 這就沒了 對啊 最正確鑿啊 他說沒有 因為對方人過世了 當然就不存在 我說什麼過世 怎麼會過世 這真的太晴天壁地了 他說沒有 他燒炭就是輕生 他輕生了 我跟你講那個當下 真的我那個心裡 你知道那個是永遠我的噩夢 我只覺得說 天啊怎麼一個生命就這樣沒了 然後呢 這個是心裡的衝擊 我就一直覺得有一些自責感 因為後來因為在那次的協商當中 他的家人有講說 他有這個憂鬱的傾向 然後呢 常常就是想不開 所以就要必須戒酒交仇這樣子 好 那我就覺得這個是 那當然感覺上 這個事件是最後一根稻草 好了 這個已經讓我覺得心裡負擔很重 那呢 忽然間呢 我回過神來突然想到 你三十萬不要弄 對啊 沒有啊 對 我自己要擦屁股 真的 所以那件事讓我覺得 我真的有夠思維的 你又被撞 又被撞 對 然後他又酒駕 對 然後他那個 他又沒有辦法賠錢 他又沒賠錢 然後再來又輕生 他輕生 你好像又有責任 對 又感覺說 我好像是最後一段稻草 心裡壓力 所以那個那陣子 我就一直覺得 天啊 烏雲罩頂 就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他也是要這樣 曾大哥 你真的可以斜槓了 我覺得你很厲害 真的 看周老師換了 有學到一些 真的很難受 真的 對 真的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請大家分享 謝謝 我們請大家分享 請大家分享 我想分享 我請 vagy